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端午 也称端午 一二三四五的午 端阳 此外 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 如五日节 宠午节 五月节 玉兰节 女儿节 诗人节 等等等等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 由于地域广大 民族众多 加上许多故事传说 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不同的节名 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 其主要内容有 女儿回娘家 挂钟馗巷 饮鬼船 夺舞 贴舞夜服 悬挂仓服 爱草 有百病 配香囊 赛龙舟 比舞 鸡球 荡鞦韆 给小孩涂熊黄 饮用熊黄酒 昌浦酒 吃五毒饼 咸蛋 粽子和石令仙果等 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已渐渐消失外 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临近诸国 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了新的发展 突破了时间地域界限 成为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端午节是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其中的四种 端午节的第一个传说 源于纪念屈原 据史记《屈原甲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 他倡导举贤兽能 富国强兵 立主连齐抗秦 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 去园遭禅去职 被赶出都城 流放到原乡流域 他在流放中写下了 游国游国游民的《离骚》 天问 九哥等不朽诗篇 影响深远 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 公元前278年 秦军攻破楚国京都 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 心如刀割 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 于五月五日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杀》之后 暴石投蜜罗江生死 以自己的生命 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 楚国百姓哀动异常 纷纷涌到蜜罗江边去平吊屈原 渔夫们划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针身 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 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 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 一位老医师拿来一坛雄黄酒 倒进江里 说是要要晕脚龙水兽 以免伤害屈大夫 后来怕饭团被绞龙所食 人们想出用炼树叶包饭 外产采丝 发展成粽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 就有了龙舟禁度 吃粽子 喝熊黄酒的风俗 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 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 是纪念春秋时期的吴子虚 吴子虚名媛 楚国人 父兄均为楚王所杀 后来子虚弃暗投名 奔向吴国 驻吴法楚 吴王和鲁死后 其子夫差继位 吴君士气高昂 百战百胜 越国大败 越王勾建请和 夫差许之 子虚建议 应彻底消灭越国 夫差不听 吴国大宰 受越国贿赂 谗言陷害子虚 夫差信之 赐子虚宝建 子虚以此死 子虚本为忠良 誓死如归 在死前对林舍人说 我死后 把我的眼睛挖出 悬挂在吴君之东门上 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无 便自吻而死 夫差文言大怒 令其子虚之尸体 装在皮革里 于五月五日 投入大疆 因此 相传端午节 以为纪念 吴子虚之日 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 是为纪念 东汉孝女曹娥 旧父投江 曹娥是东汉上渔人 父亲溺于江中 数日不见尸体 当时孝女曹娥年纪十四岁 昼夜沿江浩枯 过了十七天 在五月五日也投江 五日后 报出副诗 就此传为神话 孝女曹娥之墓 在今天的浙江绍兴 后传曹娥碑 为晋王义所书 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 在曹娥投江之处 兴建曹娥庙 他所居住的村镇 改名为曹河镇 曹娥训复之处 定名为曹娥江 端午节的第四个传说 源于古月民族图腾记 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证实 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新石器时代 有一种几何一门桃为特征的文化遗存 该遗存的祖鼠 据专家推断 是一个崇拜龙的图腾的部族 史称百岳族 出土淘气上的文士和历史传说是名 他们有断发纹身的习俗 生活于水乡 自比是龙的子孙 其生产工具大量的还是石器 也有铲、鑿等小件的青铜器 作为生活用品的坦坦罐罐中 烧煮食物的印文桃顶 是他们所特有的 是他们族群的标志之一 直到秦汉时代 尚有百岳人 端午节就是他们创立 用于祭祖的节日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大部分百岳人 已经融合到汉族中去了 其他部分则演变为 南方许多少数民族 因此端午节 成了全中华民族的节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